我来演 咖喱的演唱会还是有点紧张 不要紧 紧张手 所以 再多给我一点力量 给我一点热情 我比较喜欢搞一些 比较真诚的突然奇迹 这样的 有一次在大奔 我们两个人在加勒米 我就跟他说 就我们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 马斯托已经很优秀了 但是他人就每一天那么努力 那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玩 我们应该花很多时间在运营 哈哈哈哈哈哈 像我跟你还有大奔 我们也经常在录音梦Tone 我觉得我们 比较好的一点是 我们都是在 做的做音乐的过程中 就是其实在娱乐 没错没错 只是说 以前可能 可能稍微懒一点 以前可能有很多娱乐方法 然后现在觉得 哇还是做音乐最好玩 对吧 对以前可能 不会完全把做音乐当成娱乐 它可能是娱乐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我觉得 除了工作之外的话 我觉得真正投入心血 精力去放飞自己做音乐 是真的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当你 见的人越来越多之后 经历不同的场合 然后 比如说工作 然后你飞来飞去到处跑 然后最后你当你 和你的好朋友们 可以一起交流音乐的朋友们 在一起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最放松的 最快的一件事 其实根本就没有压力 就是无所谓 你这唱的好啊 我也开心 唱的不好我也开心 对吧 跟我今天 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你一起 说唱它是一样的 感觉是一样的 而且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马思维教了我一个技巧 一个技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朋友 我是一个不会freestyle的人 我从来知道他不会freestyle 我freestyle很差的 然后我第一次马思维拖我镜头 他说 不要写啊 就试着去戴上耳机 就直接录了 然后那个时候录了第一首歌 像 对 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听 然后我虽然 我虽然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 完全这样子做得很好 但是 我已经每一次都试着去这样子做 感觉自己 就是也在慢慢慢慢进步很多 自己不会的事情 我非常开心这一年 所以可以愿意分享给我们 他说他现在开始 无热搬到录歌了 他下次出歌 不好意思 不要怪我 OK 有菜 让我们最后 谢谢马思维给马思最大的尖叫声 上来 See ya